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生富贵运强 六手掌红润且方正 手掌红润的人运势非常好 在财运上财运旺盛 财源滚滚 正财偏财运多 容易发家 第二 七种大富大贵的面相 望福脸原来都有这些特征 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面貌 对于五官更是有着很大的差别 但也正是因为这样 才能够更加区分出每个人的特色 许多人会根据面部五官来预测自己的运势 所以很多人去算卦的时候 对于五官的识别十分重要 不一定长得好看 就具有贵气感 有时候那些长得没有那么惊艳的人 反而具有望福脸 这也许就是上天所赋予他的好命 虽然很多人不相信这个 但是也没有很多的科学知识能够解释 就像我们面部的五官 哪些特征会更具有大富大贵的气质 让我们来看看吧 一 嘴唇丰厚饱满 许多人第一眼看面相 就是看她的嘴巴是否丰厚饱满 在之后就是嘴巴的色泽是否更加鲜艳 很多具有财运的女人 她们的嘴巴一般都比较丰厚且饱满 而且色泽会十分鲜艳 在许多人的面部五官中 我们能够看到也有很多人具有薄嘴唇 那么这时会有很多人说她们比较刻薄 这就是她们通过五官去识别一个人的运势 具有厚嘴唇的女人 一般也会带给别人财运 即使结婚之后 也可能会给丈夫带来不错的运势 就是长了一张望夫脸 所以很多人都喜欢身边有这样的人存在 二 鼻头饱满 鼻子对于我们整个面部来说 也是非常重要的 想要知道一个人的财运 那么去看她的鼻子 一定没有错 那些鼻头饱满 而且带有肉感的人 一般都具有非常好的运气 即使她们的鼻梁没有很高 但也正是因为这样 才让她们的面相看起来更加和谐 一般这种人的家庭都十分信不圆满 这样的人不仅可以为自身带来好运 而且也可以为身边的人带来好的运气 你身边的人也具有这种鼻形 那么希望你能够好好珍惜她 说不定将来会为你带来好运 额头圆润饱满的女生 从面部视觉中来看 也能够让整个五官看着更加漂亮自然 具有这样特点的女生 她们的原生家庭一定不会非常差 而且她们的脑子会十分聪明 在学习方面也会犹豫他人 在做事方面也有自己的节奏感 有自己思想的女生 一般都能够成就一番美丽的事业 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也不会十分焦急 反而会冷静想出对策 所以她们的未来会十分光明 四 眼睛聚光有神 一个人的眼神 最能够体现一个人的气质所在 你可以从她的眼睛中 读出她的内心在想什么 对于女生来说 眼睛大而且聚光有神 会显得整个人十分清纯聪明 对于这样的人身边 一定不会缺乏追求者 即使这样 她们也不会丧失自己的原则 从她们的眼神中 你可以知道她们非常具有坚定的内心 所以她们会对于很多事情 进行准确思考 有自己的见解 这也就代表着她们的未来会十分光明 而且能够在自己的事业上 成就一番天地 为自己带来一定的骄傲 五 大耳锤 从小我们就听很多的长辈说 有大耳锤的人会有才育 我们身边的女性 一般具有大耳锤的人 她们的性格都会十分温婉 而且十分具有朋友缘 在待人方面也会十分真诚 所以如果能够在工作当中 遇到自己的伯乐 那么她们一定会抓住机会 让自己展现出更加优越的技能 六 人中长 这个长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鼻子到嘴巴的长度 一般女性人中长会给人的感觉 十分干脸精明 当然这样的女生的面向和运势也会十分优越 对于这样的人 她们的家庭也会十分幸福 即使结婚嫁人之后 也会为丈夫带来一定的财运 能够让自己的家庭幸福美满 七 有下巴且圆润 这样的女生从面部视觉来看 会让人觉得十分真诚憨厚 这样的女生在为人方面也会十分正直 只要身边有需要帮助的 一定会及时伸出援手 她们也非常善于结交朋友 这样能够为自己未来的人生 带来更多机会和可能 如果身边有这样的女生 一定要及时把握 以上就是我们所总结的 哪些具有财运的脸部无关的特点 如果你的脸部无关有一条与她一样 那么就已经十分不错了 说明你在财运方面也有着不错的运势 只要自己合理把握机会 就一定能够为自己的未来添加色彩 第三 有这三个特征的女人 想不忘夫都难 男人娶到就是赚到 相由心生 这是只从面向 就可以大致看着一个人的性格和运势 国学大师曾世强也说过 女人有多忘夫 看她的脸就知道了 一般都有这三个特征 一 面向轮廓柔和耐看 首先 面向柔和耐看的女人 这位女人第一眼看上去 并没有惊艳的感觉 但是越看就觉得越好看 这种就属于耐看型面向 这位面向通常脸部轮廓柔和流畅 风雨有肉 主要指额头 鼻梁和下巴的位置 额头开阔圆润的女人通常聪明 心胸宽广 考虑问题较全面 能够站在各种的角度去看待事情 并且善解好友又烈于助人 同时心思细命 能够为丈夫 家庭出谋划策 鼻为夫心 主婚姻 权利及财运地位 鼻梁高挺且鼻头圆润的女人多贵气 享福气 一般都婚姻幸福 还能够把好运气带给丈夫 即使现在家庭财运一般 只要努力抓住机遇 一定能有所收获 下巴丰满有肉的女子 鼠帮赋予面向中的浮相 这类女子容易相处 善解人意 同时领导才能也不差 往往受人拥戴 对丈夫事业非常有利 二 眉毛清朗眼睛秀亮 其次 眉毛清朗眼睛秀亮的女人 老话常说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透过双目也能看出一个人的内心 若一个女人的眼神温和 眼睛明亮如秋水 虽不一定大 但却是心地坦荡纯正 有远见的寓意 这样的女人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 简单平淡的日子 也能过得有滋有味 她们总是以积极乐观的态度 看待问题 这样的心态通常也会影响 丈夫对待问题的方式 若是遇到难题或挫折 她们的眼神中总有一种坚定和决心 可以帮助丈夫一同积极应对婚姻 事业和生活中的各种难题 眉毛清朗形如柳叶 眉形弯曲幅度大 呈弧形且从眼头长长地到达眼尾后方 变数刘叶明 拥有这种眉形的女子 承受利好 不发智慧 且重感情 丈夫事业发展一帆风顺时 这类女子能为丈夫打电好深厚的一切 丈夫事业发展遇到瓶颈时 也能提出独特的见解为丈夫排忧解难 共同渡过难关 三 嘴唇丰满牙齿整齐 最后 嘴唇丰满牙齿整齐的女人 嘴唇最能反映女人的内心和情感 在她亲吻爱人时 丈夫会感受到她的情感流露和深深的爱意 会让彼此之间关系更加亲密 她们用嘴唇传达善意 表达爱意 不仅让人更愿意和她交往 还带给她的丈夫幸福 也带给她自己甜蜜 牙齿整齐的一般都能说回到 善于应成 感情里面 这种女人遇到问题不会藏着掖着 她们能够调理清晰地说出来 而不是让丈夫瞎猜 同时嘴巴甜 婆媳关系和睦 亲戚之间也能相处融洽 能够很好地串联起两个家庭 在应酬或者生意厂商 能说会到且自信大胆 撑得住场子 给丈夫尝两 在事业上助丈夫一臂之力 然而外貌是天生的 面相会随着一个人的心境和年龄发生变化 所以有上述特征的女人固然旺夫 但不代表其他类型的女人就不旺夫 旺夫相 不仅仅指女人拥有美丽的容颜和身材 最主要的是他们有一颗聪明温柔 善解人意的心 能够先望自己 然后才是与丈夫心意相通 共同进退的旺夫女 因此 在探索和了解人的性格和个性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全面考虑多方面的因素 并且更加科学地进行研究和分析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和您分享